你第一季可以不可以打到 什么叫做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啊 那个季 季节的季节 季节的季节 对 吸引吸引 不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卫福部长陈时中出席立法院联席会议 立委问陈时中 对于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说 最快明年第一季之前可以取得疫苗 有什么看法 不过陈时中表示 还是要根据授权使用的情况 才能决定施打时程 所有的疫苗的时程 现在都是没有说很明确的答案 不过我们会尽速 加快我们的脚步 可是专家说应叫人口比例 我们可能只拿到两三百节 不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虽然辉瑞研发的中共肺炎疫苗传节报 不过陈时中认为要到明年底 台湾全面施打可能性是较高 而且前提是 世界各国施打疫苗后 没有发生大规模不良反应 损失比传染更严重 除了谈到疫苗问题 第一颗经济泡泡 也成为媒体聚焦的议题 因为有不同各种不同的态量 所以我们现在对经济泡泡处理的方式是这样 第一个当然是由主管单位 对必要性做审核 那我们这边呢就负责对于他的一个防疫的计划做审核跟协助他来进行 那主管的单位必然要有人做完全的监督 那些许写这个防疫计划的必要负起相当的一个法律的责任来 而经济部长王美花则表示 经济部的案子经济部会负全责 目前也有申请中的案例 相信第一个案例成功后 未来会有更多案子 每一个案例会略有不同 所以大的原则就是这样的来台湾是有必要性 有急迫性 有它的不可取代性 还有当然这样的来是对台湾的经济 对国家有重要的贡献 那这是大原则 那细项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隔离防疫的措施 我们经济部要有专人来陪同等等 那就经济部的案子 我们经济部就会负全责 媒体也好奇来台的案例是什么厂商或产业别 但王美花表示 这是非常重大的商业活动 不透露相关商业机密与细节 因此不能公开来台厂商 新唐人亚台电视 林玉堂林家伟 黄业林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惠